欢迎来到周四 今天是3月5日晚上的枫叶罪案16-2 今天开始就不会全部放上youtube给大家免费收看 如果要看完今集精彩的节目 就要麻烦大家以50元的代价 50元的货金 就看回我们今季的枫叶罪案16-2 13集的节目 今天到第三集 还有10集的不同的案件和大家分享 同时之间如果你是新的枫叶罪案16的支持者 或者是followers 如果你给了这50元 还可以看回上一季枫叶罪案16-1 13集的不同的加拿大发生的案件 有旧一些有些现代一些 大家没有发觉 我今季说的比较近代的加拿大的案件 上两宗案件都是在温哥华BC省发生 而今集你猜中了 都是在BC省发生 还是非常之近的 今集所说的案件 就是在2019年的7月 其实都不够一年 但这件案件 就是在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内 就已经整个事件 圆满地结束了 但内何案件的动机 和死者的为什么会遇害呢 到目前为止 都是没有人得到一个完美的答案 而犯案的兇手 也都在最后被发现 雙伤 是commit了一个double suicide 即是双重的自杀案件 随着死者和兇手的离世 真相永远可能 就是没有办法揭晓得到 在2019年的7月 其实我们的反送中的运动就开始了 大家都记得 如果在去年的7月份 老恶也是身处在BC省的Vancouver 事情的发展的时候 差不多老恶就要预计 要回到香港的时间 主要我都是过去加拿大那边 探望小女 然后跟着就要回来香港 但当时香港这边也都是纳纳乱了 因为随着社会运动的热刺 很多的市民 勇武起来对抗这个邪恶的香港的特区政府 我们的attention都放在香港发生的事 但是这宗案件很令到老恶 就是经律的原因 因为在我的本省 而且也有机会发生在我的城市里面 甚至我熟悉的人都有机会 会碰到这个兇手 突然之间就风声学雷 整个BC省里面的大镇小镇大城市 个个都人心惶惶 究竟这个兇手走了去哪 会不会越走越北 或者会不会走到南边 又或者会不会离开BC省 大家都不清楚 这宗案件就发生在2019年的7月份 终于要动用160个警队的人员 以及一些民职的人员 以及要不停出动 甚至出动到士兵、军队、直升机 这个无人驾驶的飞机 去搜索、去尋人 也都是缺录了 最终要征召了1000个钟头 等于41天的一些小路电视 surveillance camera里面的footage 不停去找 要找回这个蛛丝马迹 横跨三个省 一个BC省 阿尔派达省 就是Albertus province 以及一个Manitoba state 这个 province 三个不同的省 出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终于找到疑空的尸体 而案中里面 有三个的受害者是来难的 事情的案发的时间 就在2019年的7月17号 当时有一个的人 就在一个BC省的阿拉斯加 高速公路上面 他就停了他的车 刚刚想着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驾驶那些高速公路 在城市里面 上一辑我们也有说过的 Highway of Tears 当中里面 穿延BC省里面的 不同的小镇 一个高速公路 其实基本上 就是叫天不应 叫地不民 野兽多个人 就是很大树林阴 全条公路里面 基本上就渺无人烟 有时那些车驾驶 或者货运公司的司机 其实就隔了一段时间 就会停下休息一下 或者当中里面 经过一些加油站 咖啡店 停下饿饿 喝杯咖啡提阿神 煲煙 吃点点东西 重新再上路 当时就有一个司机 他是阿拉斯加的居民 当时由BC省 打算回到美国 这个人就叫做Ken Alberson Ken Alberson 就是将他停下车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他见到这辆货车 在他旁边就停下来 停下来的时候 你觉得 咦 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为什么突然之间有人停下来 是不是想他需要有任何的帮忙呢 那样 殊不知呢 见到下车的时候 他手持一支的长枪 那这支长枪呢 就好像一些打猎的猎枪 咦 为什么有个人 拿着个猎枪 向我一步一步来呢 那Alberson就很害怕 因为你也知道 这些习惯穿州过散的司机 其实也有Alert 因为这些HIGHWAY上面 其实有很多的变态路 打劫 又或者杀人 抢车 强奸女人 很多东西 也都出了名 这些公路里面 不是说治安 但是想象之中 那么安全 那这个司机 就见到这样 就立刻就 三七二十一 哇 连连连连 咖啡都不喝了 就立刻冲回上车里 就开车 打算走 那这架车呢 当他再开着辆车 经过他的时候呢 见到呢 那架车里面 也都有一个 开枪的男人 但这个开枪的男人呢 就掩着臉 不让他看到 那好彩 因为他没有停下 跟这架车里面的 两个白人的男人 有任何的交投接耳 那就是出事了 因为为什么呢 在几天之后 在这个的 BC 省里面呢 这个的风和日 例如七月的时分 BC 省整个省都是很漂亮 蓝蓝的天 白白的云 绿油油的树木 鸟宇花香 风景而人 但是发现了 一对情侣的 一个的 一个的 的 屍体 而这对情侣呢 也都 死者呢 也都令到呢 加拿大 澳洲 和美国 这三个地方呢 连续几天呢 是出了一个的头条 因为当中里面 有一个叫做 China Deez 的美国的女孩 20岁的 一个的 青春少艳的 美国公民 还有他一个 在澳洲的男朋友 Lucas Farrar 他一个长毛的 金发飘逸的男子 这对情侣呢 就是热恋当中的情侣 来的 那他们呢 正正呢 就是 非常之爱对方 还有想着 为将来 共同计划 未来 想着有些 结婚的打算 结婚前 最重要是 博弈的 还有在回归大自然 一边开车 两个有衣浴 一手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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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些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地方里面 就去玩 那在美国出发呢 就去到BC 就打算去一个叫Liart的 Hot Spring 浸温泉 这个地方就非常之 是多一些的 backpacker 或者一些的 truck driving的一些的旅行 那些的RV 最流行的 就是露营 就是由浸温泉 很爽 很过瘾 殊不知呢 他们两个情侣 想着一个浪漫的假期的时候 就遇上了恶云 而他的 尸体呢 两个的尸体呢 证实了 被人用枪伤 打死了 而是伏尸 离开他的车 不是很远的地方 不过呢 就是捕尸于荒野 那 我们给他一给 他的张照 大家看一看 是 我们来看看 在Victims的1號和2號照片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情侶 一個女人當然叫China 男人就叫Lucas 再去 他們兩個都是非常正確的 積極的老友記 但這次就是混亂了 再去一張照片 非常年輕 加上都不夠五十歲的年輕人 真可憐 先回來 剛才剛才被Cody太快 見到一個白髮匆匆的馬路 再給大家看看他有 這一個呢 有一個BC省裏面的大學 這個BC省裏面的UBC的教師 這個教師 他是一個料理農舞系 讀Botanical的人 他叫Dick Dick就是Leonard Leonard Dick 他也是一個BC省的 從事讀這些料理農舞 大自然 Botanical studies 看看BC省裏面有什麼奇花二位 植物學家 除了是一個教師 他還在BC的UBC裏面 即是和花毛蘭同一間學校 做很多不同的 Botanical research 而後來過了幾天之後 亦都發現 他被人開槍打死了 而在他的身體裏面 還有一些很明顯的傷痕 在頭上 全身充滿了瘀傷 部分的身體還燒焦了 OK 好了 回來 而 還有第五張照片 亦都看得到 這兩個男女朋友 亦都去過不同的地方 又喜歡釣魚 外套運動 雪地 去玩 各方面的東西 是一個很熱愛大自然的人 好了 這三個人都很熱愛大自然 在BC省裡面 這個公路裡面 被人離奇 槍殺了 到最後 回到 這一宗事件 亦都出現了一個突破性的發展 就是在BC的一些RCMP裡面 收到一兩個不同的小朋友的父母 因為十幾歲 即是年輕人 未夠二十歲的年輕人 報室 說他們離家出手 不見了 一個missing person 到最後 警方開始懷疑 這兩個離家出手的男生 跟這三個人的性命 有一個很密切的關聯 這兩個人 就是在Port Albarnie Port Albarnie 就是在BC省的一些南邊 一些島裡面的一些年輕人 他們就在Walmart裡面 中學畢業完之後 就是在Walmart裡面做一些搬貨的 一些Bullcaller的人 突然之間 他們兩個 quit了份工 quit了份工之外 就是把他們的身家 性命財產的錢 就全部拿了 同時之間 亦都text他們的女朋友 說我現在會走了 我打算去白馬鎮 White Horse 找工作 我就打算不回來 你也不用想我了 掛念我了 這樣 這麼離奇的 突然離奇來的走法 令到他父母和朋友的大為奇怪 隨著在BC省裡面 有這些不同的命案 出來之後 他們的家人也擔心 因為擔心 會不會有連環殺手 在BC省裡面 就是一些highway裡面 就是出沒 會獵殺一些架車的人士 又或者一些居民 很擔心 又不見了他們兩個 又報室 又找不到他們 決定就是報警 希望可以尋求警方的幫助 去找到他們 好 誰不知 也過了幾天之後 警方大規模去尋找這兩個人的時候 找到一些線索 覺得這兩個人有極大的可能 就是殺害這三個人的兇手 到最後 亦都找到這兩個年輕人的屍體 不過已經是他們的車 已經去到Manitoba省 那整件事大概是這樣的情節 但當中有什麼離奇的事情 或者當中有什麼大規模的大拘捕 大搜捕的行動 我們待會先跟大家去分析 和去講一些細節給大家聽 先看一看一條短片 講一講整件事件來龍去脈的案發的時間 請看第一條短片 音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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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同一家高校畢业 两个都有挺要好的朋友 我们看看案发的事件 在7月15号 Lukas Fowler和China Dees 他们的身体 尸体找得到 死了,在Liot Hot Springs 附近找得到 Liot Hot Springs 在7月19号 在Deeus Lake 一个车被发现 烧着了 怀疑这辆车是那两个年轻人 他们自己离开 Alberni时驾驶的一辆车 但这辆车被人 燃了,那他驾驶什么车走呢 警方都觉得很奇怪 在19号里面 然后同时之间 离开这辆车 没有多远的地方 Liot Hot Springs Liot Hot Springs 发现他身体的尸体 在这辆车着火的车 没有多远的地方 找得到 这样的情况 出来了 究竟Liot Hot Springs 的车去了哪里 是不是有空手 把这辆车 洗走呢 警方也要 侦选这个方向去找 究竟Liot Hot Springs 的车被哪个 开手 和在哪里找回他们 好了,再去 在7月的21号 就看到 这个阿迪的车 这辆的R-A-V-4 在附近 就是驶过 已经去到 Cole Lake Alberta 已经离开了 BC省了 换句话说 这两个空手 先驶到北上 去Liot Hot Springs 杀了这两个情侣 然后再在过几天 遇到D-S-Lig 就遇到的哥 这个教授 杀了他之后 抢了他的车 然后向东行 OK 好,接着 好了 到最后 去到7月的22号 这辆R-A-V-4的车 也都被人发觉 被人烧了 就很接近Fox Lake 的First Nation 但在这个时期 就已经离开了 Alberta省 就已经去到 一个地方 叫做Gillam 近Manitoba 这个省里面的地方 好,再去 接着去到23号 就发 RCMP 就是Dekare 就这两个 一个叫做McCloy 还有一个 名字很难读 Sumovsky Sumovsky 和McCloy 这两个年轻人 就是曾经被捕失了 Missing Person 现在出走的年轻人 应该就是 Responsible For刚才所说的 UBC的教授 和一对年轻的 澳洲男孩 和一个美国的女孩 一对情侣 杀人的兇手 好,再回去 那好了 接着27号之后 加拿大的 军队 和RCMP 就是开始 负责在Manitoba 这个地方里面 这个Gilham的地方里面 大规模地出动 又有警犬 军犬 无人机 希望可以 找到 这两个人 究竟他们在哪里 好,再去 到31号 开始 缩窄的范围 估到他们 大概已经是 越走越窄 因为大包围 越围着 越来越小 可以再找他们 接着呢 去到8月7号 有两个男性的身体 就在 还有一些附近 有些散落零星的 一些 个人的物品 就在 Manitoba的 Nelson River 附近 是找到的 好 好 接着回来 好了 证实了 回来先 再看看 这两个人的样子 就是证实了 Kam McCloy 和Briar Sumersky 就是今次 Responsible 杀了这三个人的 一个兇手 大家都可以见得到 其实整件事 就是追责一个范围 收责一个范围 track down 到他们 但是到最后 我们都可能知道 警方和军人 已经在追紧他们 到最后 他们决定了结了 自己的生命 我们看看一条短片 究竟这一对情侣 和这一位大学的讲师 究竟人是怎样呢 他们的平时 一些个人的行为 他的性格 会不会 有些什么奇特的情况 令到这些兇手 决定要准备他们 或者什么 trigger到他们的杀机 我们看看这一条片 我需要任何人 with information to share that because this can't happen to another family and I mean it shouldn't have happened to ours A grief-stricken mother in the southern U.S., eight days after her daughter's body was found on a lonely highway in B.C.'s far north. China Deese was 24, traveling with her Australian boyfriend, 23-year-old Lucas Fowler. This is the last known video of the couple together before they were killed by gunshots. We are just distraught. This is really torn two families apart. Steven Fowler, a senior officer on the New South Wales police force, traveled to Canada. Lucas was just a fun-loving guy who, you know, had a goal to travel the world. He met China and they became an inseparable pair. You know, it's a love story that's ended tragically. It really is. Sheila Deese said her family was in despair. I have one last child and I have three very sad children. They always say, you know, mom can only be as happy as her saddest child. And I have three broken kids. The body of the third victim was discovered on July 19th, well west of the first crime scene, near a Dodge pickup truck with a camper that was on fire. It took five days to identify Leonard Dick, age 64, a botanist who lectu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The hard work he did raising his kids and the equally hard work he did as a researcher. He loved it. His family said, quote, he was a loving husband and father. His death has created unthinkable grief and we're struggling to understand what has happened. Friends say he enjoyed camping and was passionate about plant life. That may be what led him to his final hours amid the BC wilderness. Megan Batchelor, CBC News, Vancouver. Megan Batchelor, CBC News, Vancouver. 希望可以憑她的刑徵裡面的經驗 是可以contribute 找到她殺她的兒子的兇手歸案 同時之間這個China Deez 就是美國人 二十四歲 家裡一家六口 有三兄弟姊妹 包括她有四個小朋友 還有她爸爸媽媽 也看到這些外國人 父母非常傷感 因為始終孩子是命根 雖然長大成人 但白頭人送黑頭人 喪子之痛 喪女之痛 很嚴重 同時之間 她們一個很好的心腸 你看到她的訪問裡面 她們都希望盡快 希望可以提供她們知道的事情 幫忙緝空歸漢 因為她們已經是一個受害的家 有兩個不同的家庭 有很多不同的家庭 因為這樣是受傷害 她不希望其他人受傷害 當時整個BC省的不同城市的人都人心惶惶 很擔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件出現 這麼平靜的地方 為什麼會有這麼恐怖的事件 究竟會不會有連環殺手的出現 而一個Leonard Dyke Addict 亦是一個人單拖 在北上去看一些動物或植物的標本 以及做一些考察 但想不到她沽身上腦 已經不知道她的結尾這麼多次做這件事 但這次就是人生的最後一次 好 我們休息一人間 回來第二節的 而我們是50元三個月 看完13集的不同案件 究竟這兩條混蛋 Cam 和 Buyer 這兩條在Port Albarnie 土山土長的小狗 為什麼這兩條年輕人 輸了一整天 跑去Wall Mart 做搬貨員的七輪 為什麼會決定離家出走 還要每人都拿東西 買槍 去殺人 我們一會回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買槍的一些相片和片段 再講解一下這次兩宗案件裡離奇的地方